BC.BE 其實就是誰.誰 就是A珠.AF 請問你A珠.AF是多長 11啊 所以這裡就加上多長 11 多學本題答案是27 你答對了 我跟你講題目都會包裝 但是他後面的處理程序都是一樣的 首先考慮圖形能不能坐標化 如果他給的角度是特別角 那我跟你講還真的有坐標化的可能性 但這個題目不是特別角 所以坐標化跟你來講有困難 所以這個題目就要用什麼 向量的分級去做處理 好 用基底向量 這樣懂嗎 懂不懂在講什麼 可以齁 來 這三題是同學問的 有我們班也有別班的同學 終於把它解決掉了 來 有一個資料要發給同學 我們要發信項票票券 來 多選題 同學有一個題目 我認為是當今考試的趨勢之一 這個題目不難 但是這個題目同學也要做做看 這個題目我來 他說 附圖是一個沒有蓋子的正立方體 盒子的展開圖 對吧 然後他說這個點叫做C 然後這個叫做A 再來這個叫做B 這個叫做D 我跟你講這個題目出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是給你展開圖 他要你先做一件事情 他要你先把它組合成正方體 他要你先把它組合出來 組合出來之後才開始問 下面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同學你一定要注意 一旦你把它組合出來之後 你的ABC珠的位置如果不對的話 這一題你就掰了 聽到我的意思嗎 我再講一次 這個題目他是要你把這個正方體 把它組起來 如果你組起來 ABC珠的相對位置跑掉 那這個題目你大概就不用做了 來我給你一分鐘兩分鐘 同學你把這一題把它做完 東西喝完就拿去丟掉嘛 一直放著 快點快點 做這一題 你不要覺得這題目簡單喔 我以前也覺得這題目簡單 後來我發現 有一些學生 連叫你把它組起來 他那個位置都會行錯 真的 來趕快寫寫看喔 剩六十天 哲學課本 還有我們以前的筆記 都拿出來看一看 學生要考十集很簡單的 又不是文組 理組要考十集太簡單了 課本一定要算 這樣好不好 你先把圖形組起來 然後再想想看 你要怎麼去做這個題目 我慢慢把它組起來 組起來 它會變成一個正方體 我不知道你們會怎麼組耶 像我組的話應該會這樣吧 你們到底會怎麼組 我看別班有些同學那個組起來 那個位置我覺得有點奇怪 可能每個人思考的模式不同 像我組的話會怎麼組 我會把這一塊翻上來啊 這一塊翻過來嘛 然後這個翻過來 然後這個折過來 就你懂嗎 我會這樣組 我不知道 有些同學到底是怎麼組的 我也不清楚 那如果你按照我這個組法 所以你猜A點在哪裡 A點是不是應該在這裡 對吧 如果你這塊翻上來 那請問你C點在哪裡 C點應該在這裡 對吧 然後G點在哪裡 G點在這裡 那請問你B點在哪裡 B點是不是在這裡 對吧 如果你組起來 位置應該是這樣的 沒有錯吧 那組起來之後 當然他就開始問很多問題 那問問題的話 像他第一個選項 問你AB線段 跟這個B珠線段有沒有垂直 同學問你 第一個選項對還是不對 其實他是對的 這樣好不好 因為這個B珠線段 他跟這個平面其實是垂直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B珠 等一下 對啊 B珠跟這個平面是垂直嘛 所以你這個AB跟B珠線段 其實這兩個線段是垂直的 沒有問題 有時候你也可以用三垂直的 去看 這樣你了解嗎 但是有些同學 如果他今天 這個東西 他用看的 他覺得看不出來 那我教你一個方法 他會把圖形什麼畫 把圖形做標畫就好了 來跟著我一起做 這個是Z軸 來 這個是什麼軸 這個是Y軸 這個是S軸 這樣了解嗎 對不對 你就把圖形給他做標畫 做標畫以後 你可以假設 比如說他每一邊長度是1 對不對 然後你就把那個什麼項量 AB項量跟B珠項量把它算出來嘛 算出來之後 看那一機有沒有等個0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然後還有像AB 還有這個C珠 這兩個線段會不會平行 其實這兩個線段 根本不會平行 但是如果你做標畫 有沒有平行 你就看他的分量有沒有 乘比例就可以 這樣有了解嗎 知道 然後像他第五個選項比較難 你知道他第五個選項在講什麼嗎 他問你腳CA珠 CA珠在哪裡 在這裡 來同學你把它畫出來 CA珠 是這一個腳 來同學 這一個腳 我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什麼 叫做 θ 他現在問你說 這個θ有沒有小於45度 請問你要怎麼做 誒 誒 誒 人家問你這個θ有沒有小於45度 這個選項很關鍵哦 因為 很多人不會做這個選項 這怎麼做 太聰明了 我們有一個cosθ 那個叫什麼 來 原製你說 cosθ是什麼東西 ac跟a珠的 這個上面要寫什麼 g 內g啊 就ac向量 d的什麼向量 a珠向量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什麼 ac向量的長度 然後這裡是什麼 a珠向量的長度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你把它坐標化以後 這個dott這個會算嗎 這個長度乘這個長度會算 cosθ就出來了 對不對 對啊 余弦定理嘛 余弦定理是另外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向量的余弦定理 對不對 算是向量的余弦定理 這樣可以嗎 余弦定理的向量版本 所以這個東西你只要算出來 我想你就可以去判斷這個θ 到底有沒有小於多少 有沒有小於45度 就很容易判斷了 對不對 你用你跟2分之更號2來比較就可以 這樣了解嗎 很簡單對不對 到底行不行啊 你做一做 我把這一題把它做出來 快點 我給你一點時間 你幫我把第七題做出來 我們這檔科就講到這裡了 第七題的答案 有沒有同學已經有 145啊 來第七題的答案是145 這樣好不好 要會唷 要會唷 好 同位 謝謝 thank you ятся panel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